去年我懷疑和我女兒的怨度親子時光 真的很浪漫 我會跟她說 你聚完煲火之後 你應該關燈後 就不會走火 你回去就開燈 如果你走出去 燈上了 誰會用 那沒有人用 那便浪費 浪費資源 那是不是不太好呢 然後她就會知道 而且她現在夠高 可以自己關燈 那未慢慢就在那裡教她 譬如她喜歡畫畫 譬如她畫了一些出來之後 因為那些是畫面 她未必會整張畫畫 只不過是亂畫 我覺得畫完之後 你不可以用你拿一張新的紙出來畫 其實都沒有畫 可能我會在上面加一些東西 然後教她 你再加一些 讓她知道你不要浪費 不要用一張新的紙 然後她先畫畫畫 爸爸就幫你畫一些 你又畫一些 讓她知道 我應該這麼快就拿一張紙出來 亂去浪費一些資源 而且看到有時候 水平常還是乾淨 但就剩下的 可能她們洗完澡 因為小朋友洗完澡 她們不是沸浴 那你便可以去洗一下 那這些她會明白 她知道 我們看看她慢慢會習慣 這個 我們應該這樣做 到她再大一點 她的家會知道 這個就是爸爸一直都是她 或者爸爸一直都教她 教她 做這個 而且 教了大姐姐 妹妹就會去學習 那我針對一個就可以了 餐廳後面 原來是很特別的 我問我們 KR公司 我看出去的時候 為什麼有一個樂園在後面 我從來沒見過 有一間麥當勞 是有一個這麼大的樂園 所以我看看 她的一個 什麼 家人 都在這個 這麥當勞 是不是 你 你要 多 很 聽 聽 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